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他们虽然勇猛 但在演绎与正史中结局 却有极大反差 有的人演绎与正史基本吻合 而有的却天壤之别 下面咱们就盘点一下 这24人的结局 在演绎与正史中 都是如何记载的 第一 吕布 意思 吕布在演绎中 被列为天下第一名将 手中方天化己 坐下千里赤土马 两军阵前英勇无敌 虎劳关一战扬明天下 就连关与张飞 联手三十回合 都不能站到吕布 其后吕布杀董卓 占曹操 偷袭徐州而割据一方 只可惜吕布有勇无谋 最终在白门楼被曹操勤获 虽然百般求饶 最终也因刘备一句 供不见丁远董卓之士乎 而被曹操下令一死 后消首 在正史中吕布同样是此结局 于是已杀布 布于公 顺等接消首宋许 然后葬至 第二 赵云 并故 赵云是蜀国五虎上将之一 由于作战勇猛 被演绎中称为长盛将军 在长板坡于万军丛中救出后主阿斗 又在汗水之战就皇中 拜曹军 堪称无数百姓心中的英雄 赵云也同样是五虎将中活得最久的一位 直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前才病故 七年族 追逝顺平后 第三 点围 战死 点围是二十四人中第一个战死的名将 在晚城之战为保护曹操 点围一人率军死聚员门 双铁几背道 点围就用刀砍 刀坏了就用敌军身体做武器 只可惜寡不敌众 曹军兵败如山道 点围死于乱军之中 在正史中同样死于张秀的叛乱 为双鞋两贼击杀之 与贼不赶钱 为负前突贼 杀术人 创种犯 沉默大骂而死 第四 关羽 被杀 关羽为中国古代名将典范 被后世尊为武胜 关羽形象高大 武艺高强 忠义无双 曾万军从中斩将二环 湘凡之战时更是斩旁的 亲于尽 水淹七军威震滑雄 只可惜关羽刚儿自今 在攻打湘凡时 被东吴偷袭后方 最终死于魏吴的联合绞杀之下 突围脉城时被吴军擒货 宁死不屈被东吴杀害 第五 马超 抑郁而终 马超是武虎上将之一 武艺高强 在枪族之中享有崇高威望 但马超在演艺中 与正史中有不小出路 如为何攻打曹操 演艺中是为了暴杀父之仇 而正史中却是孔曹操侵犯自己地盘 不过老父兄弟在朝为官 依旧发动战争 所以说一个忠义无比 一个却是不认不孝 在刘备攻打成都时 马超在张颅手下 欲欲不得之选择归顺刘备 但刘备得到马超 拿下成都后力即将马超血藏 马超在西川最后抑郁而终 第六 张飞被害 张飞死于范江张达之守人尽皆知 在演艺与正史中都是如此描述 临发 其杖下将张打 范墙杀飞 持其手 顺流而奔孙权 不但死于小人之手 还落得失手异处的下场 可谓三国下场最惨的将领之一 第七 黄中 战死于病故 为何黄中的结局是战死于病故呢 只因演艺与正史中的结局相却甚远 如演艺中的黄中刀斩下侯渊 被列为吴虎上将 在刘备东征时还任大将从征 因不服老中了东吴埋伏 被马中一箭射中 回营后隐命 但在正史中黄中在刘备称 汉中王的第二年便并故了 根本没有参加法武之战 第八 徐楚并故 徐楚与点为齐明 同为曹操护卫 因勇猛过人被称为虎后 徐楚与点为最大不同 就是懂得见好就收 如对战官与时选择与徐晃联手 二人都被关羽奋力杀退 当时徐楚肯定知道 自己不是关羽对手 所以出功不出力 与同事一同行动 还有阳山之战时与赵云交锋 但面对一会千里的刘备 徐楚虽然想杀刘力公 但面对狠人赵云同样选择了隐忍 最终徐楚靠着忠于曹操 又善于保命 最后甚至活到了曹瑞时代 明帝即位 进封谋乡后 以七百户 赐子决一人关内后 楚轰始约状后 第九 孙策被害 小霸王孙策是三国中有名的豪杰 在元术手下不得志 就选择单干 一统江东六郡八十亿州 在关渡之战前 孙策竟然成了曹操与孙权争相拉拢的对象 但国家却早已看破孙策 认为不久便死于小人之手 果不其然孙策虽然雄霸江东 却喜爱一人外出 最终死于许共门客之手 孙策中了毒箭 不久后病逝 未发会为故吴俊太守许共客所杀 第十 太史慈被杀于病逝 太史慈与黄中类似 虽然在演艺中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但在正史中却根本没活那么久 太史慈在演艺中 一直活跃到第一次合肥之战 太史慈与张辽大战七八十回合不分胜负 最后在偷袭合肥时 中了张辽的埋伏 死于乱箭之下 半夜在营中殒命 但在正史中 太史慈在赤壁之战前就病逝了 有何谈合肥之战呢 第十一 夏侯敦 夏思雨病逝 夏侯敦是曹军名将 在演艺中斗吕布 战官宇 英勇非常 一直活到曹操称王 病逝后夏侯敦进宫遇到鬼怪 在曹操死后不久京剧而死 但在正史中根本没有鬼怪之事 在曹丕称王后不久病逝 第十二 夏侯渊被杀 相比哥哥夏侯敦 夏侯渊死的就极为悲壮了 无论在演艺还是正史中 夏侯渊都是死于汉中之战 被黄中杀害 只是演艺描述的更加激烈 被黄中刀劈身亡罢了 原著中写道 冤重慎经 忠推风必尽 劝帅十足 筋骨震天 欢声动骨 一战斩冤 冤军大败 第十三 张和战死于被害 张和是曹魏名将 在关渡之战事登场 在演艺中张和一直活到诸葛亮北伐时 因作战勇猛 备受蜀军忌惮 直到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 张和急于追击蜀军 中了诸葛亮之计 被乱剑射死于木门道口 为何张和在正史中是被害死的呢 因为在正史中 蜀军虽然退败 但张和认为是诸葛亮之计 不应该轻易追赶 谁知司马医官大一级压死人 非要张和追击 张和无奈指的遵命形势 果不然中了蜀军埋伏 张和膝盖中剑 立战而亡 第十四 张辽 被杀于病逝 张辽是魏国名将 早期为吕布仗将 在濮阳之战与曹军数次交锋 最后在白门楼之变后 选择归顺曹操 张辽此后为曹氏征战一声 赤壁之战 合肥之战都有参与 尤其逍遥金之战 杀得孙权十万大军大败而回 在曹丕南征时 为了掩护曹丕逃跑 被盯凤一剑射中腰间 回影陨落 但在正史中 张辽作为曹魏东县屏障 岂能死于乱军之中 而是在曹丕称帝后不久病逝 第十五 徐晃 被杀于病逝 徐晃同样是魏国名将 更是能匹敌徐楚 栗战关羽的狠人 只可惜在演艺中 徐晃虽然战功赫赫 却在新城之战 被孟达一剑射中额头而死 可以说也是属于 死于小人之手的人物 但在正史中 徐晃却是病逝的 明帝即位 聚无将诸葛紧于襄阳 增益二百 并钱三千一百户 病毒 一令连一失负 第十六 庞德 被杀 庞德可以说是 三国中死得最悲壮的人物之一 演艺中庞德刀法过人 相反之战时 与关羽大战百余回合不分胜负 甚至一箭射中关羽臂膀 站得上风 只可惜于进托后腿 最终被关羽水烟七军生擒 庞德宁死不屈慷慨赴死 虽然正史中的庞德 同样威风无比 挫败关羽锐气 但结局同样悲催 照样死于关羽手中 第十七 甘宁被杀于病逝 甘宁是东吾少有的虎将 尤其百祈节曹营大战东吾威风 在刘备东征时 甘宁上人大将出征 虽然此时重病缠身 但甘宁依然以国事为重 在宜陵之战时与蜀军交战 被蛮王沙摩科一箭射中额头 在树下独坐而死 不过正史中却没有这么悲壮 因为甘宁在合肥之战后病逝 根本没有参加宜陵之战 第十八 周泰 病逝 周泰是东吾名将 以两番救主而闻名 演绎中的周泰 在宜陵之战后便没有了消息 很可能是病逝了 但在正史中 周泰一直活到皇武时期 也就是孙权即将称帝之前 第十九 魏延 被杀 魏延这个就很清楚了 在诸葛亮死后 因与杨仪争夺兵权 因为延为人刚强 备受同事排挤 最后死于马带之手 只不过演绎中是被马带偷袭 而正史中是被马带追杀而死 第二是 张秀 自杀于病逝 张秀号称北地枪王与张人 赵云为同门师兄弟 在演绎中张秀自归顺曹操后 便没有了音讯 但在魏略中 确实被曹丕活活吓死 也为曹丕记恨张秀 曾是杀害兄长曹昂 所以张秀幽惧万分 最后无奈自杀 不过在正史三国之中 张秀在随曹操北征乌怀时病逝 第二是一 文丑 被杀与被斩 文丑在演绎中 于严金之战被关羽战死 而在正史中 虽然与曹军交手 但是中了寻忧生东击西之计 死于乱军之中的 并没有详细记载是被谁所杀 但根据当时的情况 关羽已经归舍了曹操 又有赤杜马相助 多半还是被关羽击杀的 第二是二 严良 被杀 严良无论在正史中 还是演绎中 都是被关羽所杀的 这个是毫无争议的 欲望见梁挥盖 策马赐梁于万众之中 斩棘手环 少诸将莫能当者 虽解白满为 当然此战 也是关羽封神的重要依据 因为在古代 能真正做到万军从中 取上将首级的真没几个人 第二是三 邓爱 被害 邓爱是三国后期魏国名将 多次阻击将为的进攻 尤其公元263年翻阅殷庭 直取成都之战 更是被后世所推崇 只不过邓爱公高盖主 被同事中会所记恨 又遭江维算计 司马昭猜忌 最后在压戒途中 被乱军杀害 三国制 会以死 爱本营将士追出爱剑车 迎还 贯遣田绪等讨爱 与棉竹息 斩之 由此来看 真正要防备的人 就是身边的人 邓爱虽有谋略 却不明保身之等 第二十四 江维被杀 江维虽然是最后一名 却是最为忠烈之人 江维自归顺诸葛亮后 为蜀国大业担惊截律 直到后主投降 江维仍然不忘 复兴汉士的报复 在江维策反中会后 因谋士不周 死于乱军之中 演绎与正事 既在大体相同 总之江维为了心中理想 拼搏到了最后一刻 只可惜后主并非明主 汉士气数一尽 我是杨腾主 关注我 七七都精彩 我会变成了一尺 一尺 我会变成了一尺 我会变成了一尺 两尺 我会变成了一尺 我会变成了一尺